歡迎大家繼續回來《笑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如果你都想問股票問題的話 歡迎打電話來204-6566-ask-bschannel.com 這次嘉賓依然都是我們研究部家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Amand 你好 繼續跟進嘉賓觀眾的提問 先跟進電郵方面 有位來自鄭先生的電郵 想問一下371不控水務 想問一下現時哪個位去到買入 現時去到買入好不好 他先說到現時的現金額有八成都綁死了 剩下兩成的現金可以買 想作半年或以上的投資 現時好沒有就是買371不控水務 來做長線或中長線的投資 現時見到股價都繼續破底 最低位見過就是5.33元 現時是3.53元 現時的股價仲3.67元 跌近5% 現時不控水務 還有沒有前景可以衝敬一下 這類水務股 可以繼續實惠環保政策 或者水利政策 未來兩會方面都不排除會有相關消息提出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現時內地水利的發展 或者污水處理廠的投標 整體的價錢都不斷地受壓 一來本身的競爭是大了 二來現在地方政府去選一些標書 選一些承辦商的時候 都開始沒有之前來說 會用這麼高的價格來批標出去 所以變相都令到他們的生意額方面 可能就沒有什麼細度 但是實際上的利潤 即是實際賺的錢 就沒有之前來說那麼高 再加上這一類股份 一直以來的最大問題 就說股值方面都比較高一點 雖然你說它在最近這兩三個月 都跌了不少下來 但是現價的股值 都又接近是17.6倍 就是PE方面仍然都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如果你說當整個大市沒跌定的時候 這類股份你說要去逆市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去買 那我覺得都可以再等低一點 如果你說本身是沒有貨在手 那這些位置不用這麼快去追 今天見到最低是三個五毛三的 那接下來我等它再跌到大概8-10% 落到大概三個二附近的位置 才去考慮再買回來 Jason 其實不單止是這一隻 其實這個版塊來算 之前一向給PE來看 這幾個版塊都比較高一點 現時來說整個版塊都跟著跌 那這個版塊還算不算便宜 現時來說去買這些 始終都是一些長線的 一些政策去扶持的版塊又好不好 剛剛提過 如果你說說政策方面 當然問題就不是太大 之前你說出了水十條之後 我都相信在未來這五年 就是整個十三五規劃 都對於不同的地方 不同一些的水源方面 整對的污染程度都會進一步降低 那很多公司很多企業 都因為要遵循那個減排方面的尺度 或者那個要求 來再去到 就是叫做聘請這些獨立的污水處理公司 來做一個減排的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說說生意額方面 問題就不大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說 現在競爭一大了 本身那個招標的費用 都沒有以前來說那麼高 所以你看回他們接下來的毛利率方面 會有機會有個壓力 再加上就說人民幣貶值 因為始終這些公司本身 都是有不少一些所謂外幣的負債 人民幣一跌的時候 對他們的匯對虧損 會帶來一個很直接的負面影響 所以變相你說雖然這些股份 又有政策支持的 但是加上其他比較負面的因素 加起來 這些位置都未算真的很吸引 好,謝謝Jason 跟大家跟進一下這個版法的最新表現 看回水母股方面相關股份 剛才說到就是在幫水母方面 現時跌跌5% 另外中國水母都跌超過2% 現在做3.23% 中國水業報1.37%跌2% 而海投資都跌4% 現在做9.25% Sonnaq國際跌3% 最新報2.72% 接下來跟Jason跟進一下個別的股份 和你跟進回控 今早來計 都繼續跌半成有多 都見過繼續破底 大家都關注到千冊方面的問題 和股價跌到這個水平 又能不能現時去到吸納呢 始終之前都是用60元這個關口 作為心理關口 跌穿了之後繼續向下試 今天最低位見過49.4% 現時股價還在49.65% 還跌5% Jason 匯控最新情況怎麼看 匯控都屬於一間國政銀行 看回放這幾日農曆年假的時候 其實外圍那邊 特別是歐洲的銀行 那個跌幅很厲害 有不少的銀行 例如說好像是瑞信方面 都說會有一個相當大規模的財源 又或者說之前出的業績方面 那個的虧損是進一步擴大 還有現在市場最擔心 就是這一類的銀行 都借了不少錢 就給一些石油開彩的公司 一些能源相關的企業 最近油價跌這麼多下來 大家都會關心 究竟會不會有部分的油公司 都因為經營不了 又或者現金流出現問題 而令到部分的貸款 會出現一個壞賬 會不會是還不到錢 這一部分對於國際銀行股來說 都可能會面臨一個 幾重大的撥避 對於歐洲銀行來說 更加是叫做得人驚 因為本身他們在業務上面 已經不算太有增長 再加上有一個相當大型的撥避要做 對他們的業績來說 會有一個雙重的打擊 再加上歐洲銀行 在資產負債表方面 或者資本結構方面 不算特別穩健 雖然比起其他一眾的歐洲銀行來說 他之前幾年都做了很多削減成本的計劃 或者都做了很多出售資產 來補充資本 在那個實力上 當然比起其他大型的歐洲投資銀行來說 是叫穩健的 但始終整個行業面臨一個 基本面上的惡化的時候 匯控的估值 還是有機會被大行會調低的 因此 你說這些位置 雖然跌穿50元好像很划算 但我自己覺得 整個跌勢還未完結 特別是說接下來遷冊方面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很大的衝勁 因為之前他們的管理層 都有些口風透露我出來 就覺得接下來 仍然都會把首選的總部 放回在倫敦 所以你說如果他遷冊不成功 接下來要捱一個這麼高的 就是負稅的開支 我相信對他的股價來說 不會帶來一個直接的支持 變相這一陣的跌浪 我覺得是有機會嚴續的 下面你說要看的 我自己看的 可能會落到45元左右 匯控都是受惠 美國方面加息的股份 之前大家留意到 雖然方面最新 都對於加息這個步伐 似乎看法比較審慎 雖然去到降息這個步驟 但對於前景來計 照計加息的步伐都要緩慢 匯控在這方面 會不會都更加審慎 對於加息受惠性來說 會不會減低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之前炒會控上來 其中一個關鍵 就覺得美國方面 今年加息的機會相當高 甚至乎會加到成三次到四次 但當上個星期五 出那個非農就業數的出道 是這麼差勁的時候 再加上耶倫在這兩天的聽證會上 這方面亦都說到 接下來當整個環球經濟仍然不明朗 又或者是中國股市 整個金融狀況出現動盪 接下來的加息步伐 會是需要減慢的 所以如果你說 當美國接下來是延遲加息的 對於匯豐的正息差來講 都會有個打擊 因為大家就想著 當你美國加息 它就可以重新離定貸款的利率 希望可以擴闊息差 但是當你說現在這個憧憬 都叫做幻滅了的時候 對它的股價來說 都可以說是說上加上 好,謝謝Jason長盡分析 會控現在正在49.7 跌5%多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 先和你做新報 提及幾隻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現時和大家跟進 行指方面最新表現 現時這一刻跌709點 最新報18576點 期指跌763點 18552點 國企指數跌356點 7698點 大肆成交 暫時至11點 有278億多